完全均属 历史已经证明了 并在继续证明着我们中国共产党 的确是一个隐名的 科学的 正确的 广东的 伟大的党 这是第一个伟大 第二个伟大 从全面小党 到全面从严治党 到四个现代化 到民族富裕的伟大功效 中国共产党正带领我们十四亿中国人 从此一样我们种华民族 前来年来梦美酒的 来着把整个人类的历史 唱歌出去看 以完全可以说是 潜伏古灵厚无赖热的 伟大的事业 这是第二个伟大 第三个伟大 闭上眼睛想一想 未来如果枕入我们当初年 我们水利监兵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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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未来的十几年 几十年 呈现在我们种华民族深入大地上 将会是一波河灯 不来壮过的历史化验 而这不正是一个 伟大的时代的真实协照王 伟大的王 带领我们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 从这一样伟大的世界 三个伟大 大家好 今天首先呢 跟大家重温了一下 中国墙里边 曾经是很火爆的一个著名的废物 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位 是一位中国河南省体制内的一位男士 他的名字呢叫郭冰 这个小时评的片段 国家以前呢 应该是给大家呢 分享过 今天要跟大家呢 一块再重温一下啊 要加强一下这方面的印象 国家刚才说 这位郭冰啊 他是一个废物啊 但实际上人家呢 一点都不废 人家呢 是中共体制内一位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宣传干部 大家从小时评里边都看到了他的头衔 他呢是共党河南省省委讲师团的一位副团长 他呢还是河南大学的兼职教授 狗哥呢还专门查了一下啊 这位郭冰 他在河南共党内的秘密的头衔应该是 共党河南省委宣传部下属的一个叫党的创新理论教育与传播中心的副主任 党的创新理论教育与传播中心 那肯定的这个呢就是专门忽悠专门骗人的啊 就专门忽悠欺骗中国的老百姓的 大家从小时评里边也都看到了 这位郭冰副主任啊 他确实呢是非常非常擅长进行这种忽悠啊 他忽悠的这种表演呢 真的是惊天地气鬼神啊 人神共愤啊 真的是这样 郭冰这样呢 他呢就属于呢是中国体制内比较极品的那一类的宣传上的干部 他们这些人估计呢绝大多数都是学这个马克思主义专业出身的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别的啥都干不了 所以呢他们就进了中共的宣传系统啊 靠这样去忽悠中国人去骗饭吃 大家肯定都知道狗哥呢是自古以来 比较鄙视中国体制内的这些个搞宣传的啊 这些个肉喇叭狗哥呢是很鄙视的很看不上的 而且呢狗哥呢自古以来讲 这些个肉喇叭们 他们基本上啊都是那种比较坏的 真傻的 几乎是没有 大家呢肯定都知道狗哥在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啊 就中国的这些个宣传的肉喇叭们 就像这位郭冰副主任啊 兼职教授 你别看他宣传共产党讲的是天花乱坠啊 惊天地气鬼神 但是呢狗哥呢可以确定 他讲的这些个东西啊 超过90%的内容 其实呢连这位郭冰副主任他自个呢都是不会真去相信的 他忽悠的这些东西 他如果他自个呢也真去相信 那他就是这个真傻了 中国的网友们都会知道 但凡是进这个中国体制内的 特别呢是在这个体制内还能够当上官的 哪怕是像郭冰这样的小官 他们基本上呢也都是人精 都不会是真傻 真傻的那些中国人他们呢一般也进不去中国的体制内 中国的网友们都可以留言说一下 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狗子今天也没开始聊这个 主要呢是跟大家要分享中国体制内有一位啊 是真傻的这么一个人 他的还是一位中国大学里边的教授 而且呢他的还是中国最顶尖的大学 北京的清华大学里边的一位教授 他最近发生的疑似呢是真傻的一个事啊 就是这位教授呢他可能是真的相信中国墙里边存在言论自由 北京清华大学的这位老师他应该是一位副教授啊 他的名字叫蔡万焕 是在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里边呢讲课啊 就是中国大学里边最近这些年来 越来越火的马院里边的一位老师 狗哥呢查了一下 这位清华大学的马院副教授蔡万焕 他呢是确有其人 有中国网友呢应该会知道中国微博上思想火炬这个号 这个呢他是反映中国极左 他是反映中国这个所谓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号 这个号呢他呢就经常转发蔡万焕研究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内容 所以呢就可以看出来清华的这个马院的老师蔡万焕 他确实呢是一个正儿八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而且呢他的研究内容和思想呢 可能呢还很受中国极左分子们的欢迎 在这狗哥呢也必须要插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 习近平呢可以说呢也是清华大学马院毕业的 习近平他的博士学位就是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和思政专业下边搞出来的啊 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狗哥呢待会呢还会仔细的去聊 先继续说一下清华大学马院的这位老师蔡万焕 最近在网络上有帖子 据说呢是来自清华大学的这个内部的学生交流网 说这位蔡万焕副教授啊最近呢是干出来一个很尴尬的事儿 说呢他在中特课上给学生讲中国的言论自由 这儿呢这个中特课啊不是这个中国特务课啊不是培养这个中国特务的 中特课呢他应该是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的简称 蔡万焕他当时呢在这个课堂上啊是讲中国的有言论自由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呢保障言论自由 结果呢就学生呢是表达不同的意见啊 这位学生说呢他就去北京的四通桥拍了一张照片 结果呢就被警察抓了这个呢就能够证明中国呢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去四通桥拍照片被警察抓大家呢肯定都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 就是北京四通桥那位勇士彭立发彭在周那个事儿 大家呢肯定都知道啊自从那个事发生以后北京的四通桥那个地方呢 他就成了一个对中国官府来说所谓的很敏感的一个地方 常年有警察呢在那蹲守啊你如果说有在那去拍照片拍视频的 那就会遭到警察的干涉和讯问 这个呢是北京四通桥的情况 在课堂上他的学生讲了这个情况以后 这位蔡万焕副教授呢就不相信 他说呢中国共产党啊不会这么严厉的去干涉民众的言论自由 然后呢这位蔡万焕副教授呢就亲自去了一趟四通桥 做这种肉体上的实验啊他应该呢也是去四通桥的拍照片 结果呢就悲剧了啊就是这位清华大学堂堂正正的马辩副教授呢 他呢也遭到了现场警察的干涉 他呢还被警察呢是登记了他的个人信息留下了案底 据说这位蔡万焕副教授啊在遭到这个对待以后呢他呢就破防了 还发了朋友圈应该呢是进行抱怨啊不知道他抱怨呢是不是 他的人生啊自古以来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国真的是没有言论自由 他一个堂堂正正的清华大学的副教授 他呢还是最高领袖习近平的校友 他还是习近平的亲师弟 他竟然也没有言论自由 他竟然呢也不能在北京四通桥那块呢随便拍照 这个呢就是最近的一个江湖传闻啊清华大学 马院的一个副教授蔡万焕他身上发生的事 首先狗呢想说一下就是这个事 他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可信的 现在狗自己呢是倾向于认为这个事呢 他是比较真实 因为从这些网络截图上来看 讲这个事的这些呢确实都很可能呢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而且呢他们应该呢都还上过这位蔡万焕老师的课 所以呢应该呢是比较真实 但是呢有一点我现在呢还存在一点疑问啊 就是这些学生他们说的这些话呢都比较猛 你比如说啊他们说这个四通桥那个地方呢四面八方都有条子啊 他们把这警察呢是叫做条子 还有呢说这位蔡万焕呢至少呢实事求是比瓶子强 这说的瓶子大家呢都会知道是水 所以呢狗在这呢就一点疑问 就是墙里边的网络上 特别的是在大学内部的网络上 现在学生们讲话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猛 特别的是在网络上你这个公开讨论瓶子 这个情况难道不会遭到举报和删帖吗 现在中国大学内部网络上呢这个言论审查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狗狗呢是完全不清楚 所以呢还在读中国大学的网友们 大家呢都可以留言说一下啊 在大学的内网上现在讨论四通桥 讨论瓶子是不是会被允许 这个情况大家呢都可以留言说一下啊 但是呢目前狗狗呢是认为啊 清华大学马院的这位副教授蔡万焕 他的故事呢可能是真实的 那这个呢他就能够反映出来 这位蔡万焕副教授 他可能呢就是一位真傻 他呢就是一位中国体制内的真傻子 对不对 第一他坚定的认为中国墙里边呢有新闻自由 这个就是他的第一傻对不对 第二这个呢应该也能够反映出来 这位蔡万焕副教授啊 他应该是在平时啊基本上不翻墙的 或者他即便是翻过墙 他可能翻墙以后呢只看啊 那一类的那种小视频 墙外边正儿八经的内容和真实的信息呢 他那是不看的 所以呢这位蔡副教授 他就变成了一个井底之蛙 他就成了一位真傻 其实呢从这些帖子里边另外的一些信息 也可以证明清华的这位副教授呢 他是真傻 因为帖子里边这些学生啊 他们好像呢是普遍反映 说这位蔡老师他的讲课不错啊 说他讲的政治课 他讲的中国言论自由 他讲的习近平思想 还有他讲的政治经济学啊 这些课呢都讲的不错 大家呢应该都知道 如果一个老师他这课讲的是很好 即便是他讲习近平思想 也能够讲的非常受学生欢迎 那这个呢就能够说明 这个老师呢 他对习近平思想是真信 因为你只有真去相信 你只有有那种真的热情 你才有可能会把一个事去做好 对不对 所以呢从这个信息 狗哥认为呢 这位蔡教授啊 他是真信 所以呢 他呢就是真傻 而且呢 在这儿呢 其实呢还有一个有点恐怖的状况 就是清华大学的这几个学生 他们竟然也认为 这位蔡老师讲习近平思想 讲的是很好 啊 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啊 中国最顶尖大学里边的学生 竟然是认为习近平思想 能够讲的很好 大家呢都可以琢磨一下啊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状况 是不是就会细思极恐 今天狗哥呢也稍微说一下 中国大学里边的马院啊 马克思主义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他们最近这些年蓬勃发展的情况 在前年2022年 中国官方教育部呢 他们是发过一个数据 说呢在过去九年时间里边 中国大学里边的马院的总数量呢 是扩张了十多倍 从原来只有100多个迅猛增加到2021年的 1440多个 这个呢还是2021年的数据 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 那肯定中国大学里边马院的这个数量呢 就更多了 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掰手指头算一下啊 中国大学里边迅猛增加的这么多的马院 他能够安置多少像清华参玩换那样真傻的老师 他们又能够啊洗脑制造出来多少 中国那些个高端粉红的大学生 这方面如果想一下 是不是也会细思极恐 那为什么最近十年来 中国墙里边马院的数量会急促泛滥的这么厉害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 他已经是上台十年了 刚才说了 习近平本人他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司政专业的博士 这个呢就是最近十年以来 中国大学里边马院的数量急促泛滥的 唯一原因 这个呢就叫上有所好下必慎烟 所以呢 最近这些年以来 中国大学里边的这个学马克思主义的 学司政教育的 这些这方面就业的情况呢 应该的还算不错啊 因为这个呢也叫赶上风口了 赶上了中国官方 中国的教育部门 他们也疯狂的拍最高领袖的马屁 所以呢就导致搞马克思的 搞司政教育的就比较火 这方面就业呢也会比较的不错啊 相对来说 在这狗哥呢也必须要感慨一下啊 狗哥自个儿在墙里边读大学的年代 那个时候 大学里边学马克思的都属于呢 是非常不入流的 那个时候呢 好像是只有那些个智商 情商都不是很高的 学习成绩呢也很一般的 才会去读马克思主义这个专业 那当然了现在这个状况 狗哥认为呢肯定是不一样了啊 肯定呢是今非昔比了 狗哥呢也相信现在中国墙里边 蓬勃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和私政教育专业里边呢 肯定会有很多都是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人才 因为在中国现在已经是战狼时代 已经是文革2.0时代 同时呢也是一个呀 史上雕花的这么一个时代 这个呢就导致中国的很多的优秀人才们 他们呢没办法 他们为了能够找一个所谓的啊 稳定的工作 他们为了能有一口饭吃 他们为了能有一个看起来还算体面的工作 所以呢 他们就不得不去搞这个马克思主义和私政 不得不去进行这种史上雕花的工作 但是清醒的玩家们大家都会知道 像这种工作 它其实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风险 狗哥呢就一句话 你在中国体制内 你做这种史上雕花的工作 时间长了以后啊 比如说你干了五年 干了十年啊 之后你如果遇到体制内的大裁员 你很不幸呢 被体制呢裁掉了 被抛弃了 被无情的扔到社会上 到时候你身为中年人 你怎么办 如果说你只有在中国体制内 进行这种史上雕花的这种工作技能 那你被扔到社会上以后 你能够干嘛 你能不能存活下去 就像那边看的小视频里边 河南的那个宣传的副主任郭斌 还有清华大学那位啊 蔡文宽副教授 把他们扔到中国的社会面上 他们能干嘛 他们能靠什么其他的技能去挣钱养活他们自己 是不是完全都会是堪忧 把他们这种人扔到中国体制外 他们呢就相当于是这个烧毁废物了 对不对 这个呢就是在中国体制内你混 特别的是在体制内 你只做这种史上雕花的这种工作 他会有了巨大的风险 而且呢狗个是可以断定 在将来呢肯定会有这么一天 就中国体制内呢也要进行大裁员 大量体制内的人史啊 都会被扔到中国的社会之上 去自谋生路 大家来看一个新闻 这个呢是在前天1月9号的发布 说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广东省机构改革方案 大家应该都知道 在中国经济严重下滑崩溃 政府财政越来越困难的这个情况之下 体制内的所谓的机构改革 肯定呢就意味着要进行裁员 要进行这个所谓的减员增向 这个呢是中国这个体制啊 在未来很多年都必然会有的一个大的趋势 就是会有大量体制内的人 当然了首先呢都是那些个没关系 没背景的人 他们呢都会被党国裁掉 会被党国抛弃 这些人他们在以后被扔到中国社会上以后啊 肯定绝大多数都会有很悲惨的命运 对这一点中国的粉红们 千万不要不相信 你如果不相信 回家啊 问问自个儿爹妈 上世纪90年代 中国城市里边 国有企业职工被大量下岗以后 出现过的悲惨的情况 特别呢是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了解了那些情况以后呢 你可能就会相信这一点了 好了 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接着聊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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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